請各位包含一下 第一個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當然各位看到的只是最後的節錄版 稍微把它分成主政以及它的功效 還有一個中醫師的精靈分別來做說明 第一個是裂缺 裂缺在手上 我們用這個解剖的透視圖來看 你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大概在手腕上端的位置 它主政包括了偏正頭痛、頸向痛、落枕、肩背熱痛、氣喘、群馬枕跟小便熱痛 它的功效呢是屬於表現在頭部的頸部的以及相關特徵的部分 都可以尋找這個血染治療 我們有一個計畫叫頭向尋裂缺 頭向的毛病啊 從裂缺上都可以做一個按摩的處理 因為這本書上的說明 當然都是配合它的針灸療法 所以做的一些說明 但是我們現在做保養 只是針對手指的按摩方式來做處理 所以我們只要尋找穴道的時候呢 沒有像針灸這麼講究 必須要把它針扎到這個位置上面 所以只是讓各位看到現在這個圖案的位置 因為穴道找這個穴道不太容易 所以要有一些效果必須能夠無確的找到穴道 我們就盲睹開一下 所以現在先找一下我們的裂缺穴 把手腕找 這個手拿出來 手腕的這邊會有一個鼓起來的位置 鼓起來的位置在這個位置的後面 用手腕下去啊 感覺上有一個勾槽按下去的位置 做這個壓 中醫的建議是壓兩秒鐘放鬆一下 壓兩秒鐘放鬆一下 壓兩秒鐘放鬆一下 用這樣的方式做按摩 設計做穴道 我們可以用這個點 因為我們是針灸嘛 我們靠到這個點對不對 壓手的時候它會跑 我們乾脆給它動 哦 就很必須的動力 哦 對不對 達到我們這個目的 竟然要走壓 因為它屬於太陰肺經 所以是在手的內側 稍微內側一點 內側的位置 稍微內側的位置 做一個 抗線做一個按壓 按壓 各位手上的資料可以看得到 它是位在這個 牆面腦色園 腦骨的金屬長方 1.5寸的地方 沒有問題 頸部痛也有效 頸部也效 這邊的功能包括了 止咳頻喘 乙氣止痛 滴水沖淋 五次用感冒 消除 面神經麻痺 三叉神經痛 頭痛 頸椎病 腦血管後的症 這個 Councillor sans 抗驢症 高血壓 running 尿諸瘤的人復鎮 要依來動 嘛 甚麼叫尿珠瘤 在內側 尿都留在腦庫的滾 像是鹽 流患了 流汗了喔 柔染了 湯裡不動的 蝸糞快 用 你看 你看 好鬆喔 好鬆喔 你看 投向群列圈 当我们把牙压会痛 当牙不痛的时候 牙就好了 你有这几下 就已经决定了 对吧 来这边学嘛 学习就会啦 很紧紧的 你看 来 这个下去这个 因为它那个点会跑 所以我们要到 刚才要到了 要动 它就不会跑 蒸犯 這是记者 暗暗的 怎么着 耳痛 鼻痛 眼痛 口不能开合 面神经瘫痪 肩头痛 发生 从骨盒上面来看 它这两个骨头的三骨的部分 它的功效 凡是颜面真厚 这个缺道都可以获得收获 所以四种穴面的面口 颌骨收口 脸上的 嘴巴的毛病就靠颌骨可以做调理 所以一般的取穴方式 因为这个是传统的穴道 取穴的方式 你的这个指横纹 大指的横纹 这条横纹 跟你的虎口切起之后 大拇指尖压道的位置 压道的位置 称为额骨穴 用你的大拇指的横纹 跟你的虎口做接触之后 你的指尖压道的位置 称为额骨穴 这是传统额骨穴的曲款 那让我们在杰压道里面的领骨穴 方式跟它类似 那是到我们上课的时候 会再做另外的说明 我再会解释一下 真正的河骨穴 不是中医师上写的河骨穴 因为我们钟教授为了这个事情 曾经跟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的意思是说 河骨这个才叫河骨穴 在这边才是河骨穴 那他跟他讲 现在的人不会读书 老子这边跟我们讲 骨 骨字下面叫做骨嘛 这个叫做山腰嘛 应该叫山腰穴嘛 怎么叫做那个 他说不对 在下面才是叫河骨 是我们以额传额 把人弄错啦 那讲完以后呢 他当然他也不服气 但是在有一次他在演讲的时候 他修正了 哎呀 日本人更聪明啊 你们中国人真笨啦 你们自己发明了 你们自己不会 一定把这边叫做河骨 这个日本人呢 他认为是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董事齐穴的领骨 他讲了一句话 比如说我是叫做流离哲 我就用流离哲河骨 是我发明了 其实就是我们的领骨 其实就是我们老子这一个河骨 所以说所有的河骨就是在这半战腰这里 是错误的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教授为了这件事情曾经跟我讲 跟那个上面上课的时候 最后那个校长也改口了 对不对 哦 河骨在这里啊 跟显仁教科的时候变成这样子了 那代表呢 我们今天要学要 不要按照古书 古书有时候学的不是很清楚 你就把古书当作圣子 那是不对的 应该是这个地方才叫做河骨 因为这个地方的神经最有感 效果最有感 大家做做看 这是教授讲的 不是我讲的 那前面一点是领骨是吧 一样 应该讲 河骨跟领骨应该是同一穴 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是同一穴 只是我们的不知道哪个人血 就才半战腰 然后就永远就是半战腰了 那所有的教授教这个经络的 他也是这样教 最后这个教授为了这件事情呢 就跟那个刚开了 然后刚刚还有那个黄金蟹 我上回讲 列缺 在教授年轻的时候呢 因为没什么名气 他们有开了一次医学会 那医学会的时候呢 都是西医啊 中医很多 然后他研讨会的主题是说 中医的针灸不能致头痛 这个主题 结果大家前提通过 那教授都一直棘手 棘手 结果呢 那么也根本 主席根本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司医根本就不叫他 教授就一个人 冲到前台 不对 还有一个线你们没事 就是列缺 你们试试看再说 你看 你看这个 你看 我讲这个司机啊 就知道他们的学者 他们的研究者的一个工范 我一定要讲 我们不能说把它写下 如果这些人把它写下来了 中医不能致头痛 针灸不能致头痛 就定论了 所以永远的历史就写 中医不能致头痛 他为了这件事情特地跑到低牌 然后就没办法啦 小伙子在闹啦 上台想吧 结果他们就用列缺来试试看 结果真的 正如刚刚讲的 我一直帮他压 他这边马上送了 我还没有针灸 马上送 所以这个我们感恩教授 那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 读书的精神 一定要读书的精神 一定要有这种发觉问题的精神 不要一群的 之前讲的就是这样 之前是之前啦 那因为呢 老主线留给我们是用歌诀 歌诀你自己去推 对不对 因为你们不读书嘛 他跟你讲这个学很重要喔 你也不会听啊 他干脆背手 背手歌诀你们听 你们就要推敲 因为在做歌诀的时候呢 为了要押韵 为了要什么 有时候字就稍微转一下子 结果你们后人啦 解释错误了 然后网络就跟着错误了 全世界就跟着错误了 好 谢谢 好 这里 宗教说另外一个经典就是 和谷跟太冲两个穴 在针灸上面 成为开四冠 用于全身很难搅拟的多种酸痛 并证 在这个 复节一下和谷的位置 然后现在各位 手上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到 要在手背 第一 第二 长腹之间 用拇指横纹的 压在虎口上 来做一个取卷的方式 能够疏风解表 乙气止痛 适合于感冒 头痛 咽眼便秘 顾痛 鼻眼耳聋 痛经等并正义 这是第二个穴道 那那个定位的地方 是不是有前座 第一 第二 长谷间 第二 长谷 第二 长谷 然后蹭 中间 那当初就是山腰嘛 你刚刚 没有想讲山腰 这就是错误的 自己 错误的 来来来 是因为我跟人调来知道 传统的都是这样的 中二写 用这个劳策子里 是不对的 所以应该是还要更 更下面一点 它叫做谷嘛 对 和谷的谷字嘛 好 第三 好 第三